挑战开始 加油 好 我们这个钢索是软钢索 所以上去的时候应该抖动会非常剧烈 由于钢索较软 挖掘机重心会产生变化 机身将向前倾斜 如果速度控制不好 挖掘机很有可能前进翻滚 甚至掉落钢索 这是全场 进行为止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晃动 非常剧烈 我们这个保护的绳索 其实是非常放松的 完全就是为了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 我们的挖掘机快到中间的位置了 刘师傅需要使用两根操纵杆 分别控制两条铝带的行进速度 如果两条铝带速度不统一 挖掘机就会出现倾斜 甚至掉落钢索 你看其实到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能够明显地发掘 挖掘机一直在前后的摆头 加油 我们快到终点了 好 继续往前开 加油 好 马上就要接触到桥面了 漂亮吗 漂亮 漂亮 来 我们全场给我们的师傅一点鼓励 好吗 加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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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